其實我沒有空 剛剛我們講法菜羹 我應該跟你講一下魚翅羹的問題 就是你吃的魚翅羹如果沒有太貴 那魚翅也是假的 你知道嗎 你不要難過 吃到假的才高興 你吃到這魚翅怎麼辦 對不對 就開始覺得自己好像不該做這樣的事情 不過有空我再跟你講 這個台灣對於鯊魚的利用 就是人家外國的單位來考察過 發現我們這邊很棒 我既然講了就講了 你知道因為東方世界會吃魚翅 所以有一些外國人 然後他們去抓魚 為什麼要講外國人 等一下我再跟你說 他們就會抓鯊魚上來 然後會把他的這個凶器飛鞋尾琴 就這樣切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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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鯊魚還沒事 那你猜他會把鯊魚做一件什麼事情 對 把他丟到海裡去 因為你一艘船的主流空間有限 鯊魚一隻都不小 對不對 那你這樣把他 你如果鯊魚要拚回去 那你這不是佔空間嗎 所以他們就切一切 然後鯊魚就把他丟回去 這個叫做finning 就finning不是語氣嗎 F-I-N-I-N-G 我記得要重複一隻人 那這個就叫finning 你如果硬要翻成中文 就叫什麼歌旗氣聲之類的 然後反正就這樣 不然他們就說這樣很不忍道 因為鯊魚這時候還要多的 而且你們知不知道 小時候學過吧 這個鯊魚是軟骨魚 它會像念骨魚有一個塞蓋 有塞蓋可以這樣骨 然後水就會這樣流嘛 它就不會淹死了 那鯊魚特別是大白鯊這一類的 因為後來發現鯊魚有很多種 它不游泳會淹死你知道嗎 它要在嘴巴裡張開一邊游泳 一邊把水這樣吸進來 然後從來塞蓋出去 它不游泳會淹死 那你把它切一切 它切成鯊魚槍 真的是一槍鯊魚 它就這樣不太怎麼辦 它一直沈一直沈一直沈死掉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很過分 換了的話 他們當然就各地考察 他們就很不屑人家做非你這個動作 然後當然也就連帶的就知道 吃與吃跟消費與吃 是一個很過分的事情 因為就等於去贊助人家做這種壞事情 那但是後來他們就發現 我們東方世界了 鯊魚肉沒記錄 有來我們台灣看過 發現我們不會做這個事情了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不會嗎 因為鯊魚肉也可以賣 外國人大家比較難想像 鯊魚肉有一個尿燒味你知道嗎 那跟牠維持自己身體的 那個滲透壓有關係 牠會堆一些那個 那個阿蒙面 牠會堆一些氨的成分在自己的體內 然後不然牠在海水當中 海水能夠很高嗎 對不對 牠怎麼維持自己的滲透壓 不同的生物維持的方法不一樣啊 那個鯊魚這類 牠們是堆可能是氨這類的在體內 身體就會 肉就有一個臭臭的味道 好 然後牠就沒想到 哇 我們好厲害喔 牠們叫什麼皮肉骨椒刺 吃得乾乾淨淨 就說我很讚 然後我就覺得 那如果我們這樣真的很讚 就表示吃魚刺沒那麼罪惡了 是這樣嗎 不知道 很複雜 好嗎 我們先不管這個來 好 所以如果別人請利用的話 那你就自己判斷了 沒事就不要點來實在 就不懂我剛剛講 牠到底是不是可辯護的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會覺得吃魚刺有這麼嚴重嗎